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角度 如果你现在家里附近有便利操伤 你可以做个广告 你可以去买一份中国时报看一下 你去发现一下 今天中国时报有没有韩国瑜 你去发现一下 今天的中国时报有没有韩国瑜 为什么用中国时报 一报一电视是最挺韩国瑜的 整个韩流的基础 来自于一个电视一个报纸 去看一下今天的中国时报是谁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只有剩下一张照片 也许这只是一个巧合 只是刚好今天没有 那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小的实验 看看中国时报 明天有没有 后天有没有 给多大的篇幅 跟以前会不会有不一样 今天光晴的事情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始 小小的开始而已 因为光晴其实 政治现象的事情先不论 因为那个韩国瑜应该还有办法自我解释 立委时代的事情只是一个开始 杨秋新联谈会馆的事情只是一个开始 后面的故事呢 如果你有兴趣你也可以去中平社 中平网找 一系列跟韩国瑜私人有关的事情 隐隐约约 隐隐约约 当立委的时候 韩国瑜有没有中午就喝醉在 喝醉躺在立委研究室的沙发上 然后晚上的时候又跑去喝 那在立委的时候 韩国瑜今天我觉得 回应的还算不错 他直接承认 我那个时候曾经放纵过 放纵到最后迷失的方向 这对照他当时立委 最后一任的出席率 包括委员会的出席率 你可以知道 当时的韩国瑜真的迷失了 所以喝酒 进到酒店 他还可以面对 对啊 他说我迷失了 所以我后来不选啦 可是我刚才讲的 很奇怪的 很奇怪的 今天的中国时报 只剩下一张照片 这个就很奇怪了 然后光晴也好 杨秋心也好 海外的这些网路媒体也好 忽然间不约儿童 不约儿童 陆陆续续都有韩国瑜的小故事出来 这只是一天的巧合 还是这两天的巧合 你可以继续看 为什么要继续看呢 因为从五点声明出来之后的 韩国瑜的民调 在那个高点之后 就一路往下走 谁可以打败韩国瑜 我们讲都没有用 湘龙讲最有用 为什么 因为他还是镇南军 光晴讲 有一点用 但是到这个阶段 对于韩粉来讲 信者很信不信者很信 可是湘龙就不一样 湘龙基本上 你不要怀疑他的血液就是蓝色的 对 当 那湘龙这样写的时候 就有一票蓝色的不见了 那你东边少一点 西边少一点 寒流可以撑多久 如果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你看到最挺他的 一看一电台 如果你看到那个播出的比例 开始在调整的时候 你就可以想象 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也就是你在看这个整个过程来讲 慢慢好像有一个韩国瑜的包围网出现 或者讲 民进党再怎么搞包围网都没有意义 因为你包围不了 你包围不了 自己人打自己人才最伤 所以整个事情你可以慢慢去看那个变化 后面是不是有一个铺层 一个铺排 那这个也不会太久 也不会太久 如果你要有兴趣的话 再去看过去这一两天 中国是否有的一些小色论 有一些味道出来 有一些味道出来 但是我在讲就是说 只是唯一的一个判断 没办法判断 没办法这个时候就做判断 说 那是一个有系统的铺排 还是刚好是一些偶然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韩国瑜可以撑多久 如果它是一个有系统 韩国瑜可以撑多久 哪怕高雄在台中在办一场造势会 给你三万人好不好 除非你搞出三十万人 因为当 不管是海军陆军空军不管 当那些声量慢慢慢慢都不见的时候 韩流那个圈子你怎么去扩张 更别讲郭台铭很有计划的 比如说他跟前一阵子 跟王金平王院长又私底下见面 他对朱毅伦抛出了一个善意 叫做我可以当你的行政院院长 如果在民调里面的排序 韩国瑜是第一名 这个郭台铭是第二名 第三第四不管是叫朱毅伦或王金平 因为鸿海的崛起是靠并购嘛 当初那个场面有很大嘛 我会觉得这是一种并购式的选举 就是第二名的再拉拢三四名 再让三四名的支持者增加 对郭台铭的好感